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楊凱銘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利用圖片跟影片 來做一些動畫上的設定 首先呢一樣,我先開一個新的資料夾 把它設定到我的專案裡面 並且給它一個名字 然後呢,把我的圖片呢,通通都給載入 那這個圖片呢,是我在網路上去搜尋免費授權的使用的圖片 那它原來是 PNG的圖片 PNG的圖片的話,基本上它是可以去背的 那當然JPG也可以 那只不過JPG無法去背 那基本上你就看你想要的使用方式是什麼樣 除了圖片之外呢,我們也把 影片給載入 然後呢,我開一個新的 影片序列 我不需要做1920x1080這麼大 我只需要做 720x 480這樣子 好,那 接著 因為我們這個圖片啊,它的背景是 鏤空的,但是目前這樣看起來是 黑黑的,我覺得不好看 所以我再開一個ColorMate 然後就可以把它丟到我的影片序列來 接著我們可以把這個 給丟過來 那你進來之後你會看到 呃,原始的這張圖片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可以在 呃,特效控制這邊 特效控制這邊,在Scale這邊 我們可以去做一下設定 那也許設定為36 那我覺得這樣的大小還是 呃,看起來還是OK的 那接著我們讓它做一點點的 動態設定 我們做一個 在1分鐘的地方 我們開啟它的動畫設定 這動畫設定是指 位移 位移 我們讓它在 前面1秒鐘的地方是沒有動作的 沒有動作的 然後到1秒鐘才開始產生 呃,動畫 那你在產生這個動畫的時候 把這個時間軸 把這個時鐘把它點下去 它就會產生Key點 它會產生Key點 那這個Key點的話 剩下來你要產生的話 就在這邊直接打上去就有了 或者是你直接 呃,在其他地方直接用移動的話 它也會產生 直接產生 我們的動畫鍵 那如果不要的話就把它 滴滴的掉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把這個時鐘給關掉的話 它就整個動畫鍵就會直接刪除 看你的使用方式 那我們在這邊 我希望它花 Shift按住 它可以自己去抓這個Key點 我們讓它做15格 所以用鍵盤上的左右鍵 它可以去移動 所以我們花10格好了 好,10格 再產生一個Key點 然後再利用10格 再產生一個Key點 然後最後 5格 回到原來的位置 好,先把這個位置決定好 那我要幹嘛呢 我希望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是 在下面的 Position就是指位置 所以它就會這樣飛上來 這樣 但飛上來在這個位置有點 無趣嘛 所以我們Shift按住在這裡 我們讓它飛高一點 然後 到這個位置來 稍微降低一點 250 然後最後回到原始位置 讓我們稍微看一下 按空白鍵可以播放 按空白鍵可以播放 這樣看起來就 還蠻有趣的 那你覺得它飛得不夠快的話 那可能就是 這個地方的位置 要讓它再低一點 也許我們 800 OK,這樣看起來好像 速度 稍微快了一點 這樣看起來就還蠻有趣的 這個動態你可能要自己花時間去 理解一下 怎麼樣動起來才算 才算就有趣 你大概花時間看一下 可能就 就可以理解了 好,那這就是我想要的動態 那接下來我們把它的影子 給接上來 我們把影子也給丟上來 不過影子現在疊在它上面 所以我們讓它 上下層稍微換一下 影子在後面了 然後這個影子的部分 我們也在特效控制 它做36% 然後位置稍微 我們 變更一下 影子好像有點小 36 40 或者是 45 好,這樣看起來就 有趣多了 那我們不要讓它 一開始就 出現 所以 我們讓它上去的時候 到這裡的時候 影子才出現 那所以在這裡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 在我們的這裡呢 特效控制這邊 這邊有所謂的透明度 你可以把透明度打開 在透明度的這裡 Apacity這裡 我們把動畫鍵打開 所以在這裡 出現影子 然後掉下來的時候 影子應該就要完全呈現 這裡應該就要完全呈現 後面就沒有動畫了 那我們讓它 透明度呢 從 0 然後到完全呈現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看起來就 挺有趣的 但是為什麼位置不太對 稍微看一下 這是它最後的位置 所以我們 這個影子最後的位置 可能要稍微的 移動一下 移動一下 或者是可以等到它定位的時候 這個影子再出現 不過就看你啦 看你覺得習慣怎麼樣 都可以 都可以 那我們現在有了電視 我們要把我們的影片 塞到電視裡面去 好 那接著 我覺得我們可以把 影片給加上去了 影片 影片就是後來才要 加在我們的電視後面 所以這個影格應該要 影鬼應該要再增加 我們先增加影鬼 在這個地方按右鍵 先Add Track 它就增加了 然後把這兩個往上提 然後我們的影片呢 就放到這裡來 那這影片太大了嘛 我們先 這個 為了方便我們編輯起見 我們先把這個音樂先拉掉 然後影片 我們也不需要這麼長 因為畢竟只是做一個示範 我們先隨便解一段就可以了 好 然後我們先來 把我們的影片的大小 先做一下說法 然後對一下位置 OK 這樣子影片就塞到我們的電視裡面了 然後呢 我們把時間都拉長 我們做個目前是12秒鐘 我們做10秒鐘就好 後面的全部刪除 那總不可能影片一開始就出現啦 所以我們要先來看一下我們的電視機出現的時間 這裡 所以我們在 這個影片這裡 我們要讓它從這裡才出現 那在這裡出現 它總不能 這樣子直接就出現 這樣很怪啊 我們讓它做一個轉場 那轉場我們直接在 在Video Transition這邊 我們直接把 看你喜歡哪一個 這個好了 這樣其實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做成的動畫 好那這樣子就完成了 我們把動畫呢跟 呃 圖片呢 應該說把圖片呢 跟我們的影片做結合 所以基本上齁 Premiere也是可以拿來做 做圖片動畫的 那 想要怎麼用 關乎你的想法 所以 這個是蠻簡單去操作我們的 特效控制的 不管是 你的移動啊 位置移動啊 你的放大縮小啊 你甚至旋轉啊 然後甚至是我們的 透明度啊 等等的 這都是可以在 呃 使用上是 蠻簡單的 那同學大概稍微的去理解一下 就可以去控制我們的 呃 圖片 跟我們的 影片的內容了 那 這是一個簡單的範例 同學 呃 希望要把它學會 那最後輸出的話 其實就跟之前一樣囉 你就 呃 把它Export Media 然後讓它去 呃 符合我們想要的 呃 影片的 格式的大小 然後 這個最後輸出就是我們的 內容 pattern 我們可以做到這個 我們可以做到這個 特級的 的 來 對